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,行政院长赖清德提供助香蕉蘸酱油吃法,意外引来话题,外界虽有冷嘲热讽,但也纷纷有人提供做法相挺。 美食作家黄满玲在脸书粉丝专页BO文士范新德,贴文转分享已超过570次,应网友们要求其他食谱,她在分享香蕉吐司饭做法。 黄满玲将熟的香蕉鸭成泥,加入少许肉桂,半成果泥加住吐司当早餐。 她说,香蕉曾经价格昂贵,现在价廉就多吃一点,这是一人之力所能做的。 这两天看到大家对古早味感到好奇,未来会尽量用各种多元方式介绍给大家。 她也说,其实,古早味的香蕉食谱很多,例如香蕉虾加,算是早期阿蛇仔菜,一级富贵人家饮食。 香蕉切断包加虾子,沾些许粉油炸,想吃咸的,就撒些胡椒粉配饭吃,也可撒些糖粉。 当饭后甜点,口齿留香,黄婉玲说,香蕉过产的现象已经出现,先撇开责怪,面对眼前的问题,先寻找解决方法,度过这难关的过程,我们会学会很多教训,对未来必是一种帮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